《癌症可以预防》 这个文章是雷九南博士写的 是记载在防癌手冊里面 而防癌手冊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可以由我的blog第一页 其他连线的布佛一网 进去找健康的文章 你就会找到防癌手冊这本书 现在我在里面拿了一篇出来和大家说的 题目就是《癌症可以预防》 雷九南博士写的 先和大家略略介绍一下雷九南博士 雷博士其实是专收化学的 当他在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 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他去了德州大学安德森医院的肿瘤研究部门 专业研究有关癌症 他研究了有十年 这个医院在美国研究癌症方面 是数一数二的了 他除了研究之外 他有教育和治疗 这两方面的其他的工作 而雷九南博士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 基于他自己的所知所学 他就和大家说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癌症不是绝症来的 要大家不要恐惧 癌症是可以治疗的 现在雷博士就在这篇文章里 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的方法了 雷博士因为他是学物理化学 而不是学生化的 所以他在肿瘤研究的方针 和其他同事是有点不同的 他的很多看法 也是因为他所学的背景 和训练的关系 令他比较容易接受很多民间的自然疗法 他说癌症是因为发生的部位不同 而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但简单来说 癌症是指那些细胞是无限制地分裂 能够在身体其他部分 重新建立一个基地 重新地生长 在癌症美国里面来说 他是居高十大死因的第二位 僅次于心脏病 其中 那么多癌症 是以肺癌最为普遍的 接着的就是直腸癌 和乳癌 而美国肺癌的率 近年还有这个趋势更加增加上去 特别是以女性的人数 上升最为显著 可能是因为女性吃烟的人数增加多了 美国人都很怕有癌症 因为肺癌治疗的效果 如果以5年的存活时间来计算 平均只有10% 雷博士再强调的就是 治疗和不治疗的生存率都差不多 一般人以为美国在医癌症方面很先进 很进步 但是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或其次 乳癌和直腸癌的生存率是50% 但是血癌和淋巴癌只有3% 在这些统计来看 可以说西方的医学都未曾有解决 治疗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 他的治疗率的数字 不应该那么低 所以雷博士就有一个推测 可能是研究的方向错了 大家将这个癌症 认为是局部或个别疾病来处理 而忽略了他整体的生物物理观点 雷博士所以说癌症可以预防 是因为有几个不同方向的事实 和研究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据的 第一 他说在不同的国家 或者不同的社会里 癌症的发病率是不同的 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明 癌症不是天然而生的 而是随着环境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的 第二点就是 癌病的发生率 可以因为移民而有所变化 好像日本人 他们的癌症是很普遍的 但是当他们移民了美国之后 第一代他们患的癌症 的癌症也是很多 但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之后 这个癌症的发病率 就跟美国人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的遗传 不是治癌的主要原因 而是移民影响了癌病的发生率 亦证实了癌症是可以预防了 第三点他认为 癌病是可以随着时间 而有所改变的 好像美国五十年来 这个胃癌的发生 一直在很自然地下降 但是在治疗技术方面 没有特别的药 没有特别的成就的 其原因可能因为 这五十年来的生活 饮食习惯有所改变 好了 第四点 由于这个致癌物质的发现 如果能够减低致癌物质的污染 或者产生 就可以达成预防癌症的目的 他说 好像我们已经知道的 黄曲毒素 这个是可以引致肝癌的 又知道这个阿销安 是一种化学致癌的物质 在胃的消化过程中形成的 证明是可以产生有胃癌 我们只要管制着这些致癌的物质 自然就可以减少这些癌症的发生 他说第五点 就是癌病的发展 是可以逆转的 为什么呢 他说据研究得知 他说吸烟的人有肺癌的机会 是几倍于那些不吸烟的人 他说但是 如果这些吸烟的人 在戒烟的五年 或者十年之后 他的患癌症 这个肺癌的机会 也大大地减低了 这些就是因为停止了干扰之后 吸烟的人 也恢复了他原来应该有的抵抗力了